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唯一幸存者,成为世界主宰的故事 男主雅克从床上醒来,却发现周遭有些异扬的安静 当他开车来到大街上才知道这异扬的安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商铺加油站都空无一人 无人看守的家中水漏得厉害,床上的食物还算新鲜,但被窝里该有的人却不见了踪影 可奇怪的是即便已经没人了,这个世界的店里仍在正常运行 他来到自己上班的研究所,依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同事 在他看到控制室里同是佩兰的尸体后,雅克意识到 或许正是因为闪光计划的实施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而他很有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幸存者 闪光计划是尝试用环绕地球的电网给飞机传送能量 而建立的电网导致太阳发生膨胀,从而产生了让人类消失的巨大浩劫 为了找寻同伴,雅克尝试了各种方法 他先是来到广播室,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公布了出去 然后到大街的墙上留言,坐着警车边巡逻找人边广播 在雨夜吹着萨克斯,企图制造扰民的噪音引起注意 他在家中苦苦等待着电话的到来,但一无所获 他逐渐失去信心,也逐渐失去耐性 成日在家,借酒浇愁 自暴自弃的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幸存者,那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王 于是他撬开了一个有钱人的庄园,正大光明的住了进去,享受着里面的美酒 在商场里扫货扫的飞起,去开平时根本不能开的火车 一人分饰两绝,自言自语的玩着台球 他彻底放飞了自己,甚至将女人的睡裙穿在了自己身上 还利用各种道具在庄园里,玩着大型的角色扮演 他看似自得其乐,但其实已经被深深的寂寞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成为了这个寂静地球的总统 可这样活着对他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惩罚 他变得越来越癫狂,到处搞破坏 就在他绝望地想吞枪自杀时,一旁的爆炸声让他清醒了过来 那些放纵癫狂的日子仿佛是一场梦 他开始恢复以前正常的生活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乔安的女人出现在了他家里 久不见生人的他们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他们每天除了吃饭聊天,只是寻找下一位幸存者 这对男女在日常的相处中顺理成章地走在了一起 第三个幸存者是个身手矫健的胡子男阿皮 虽然他一开始戒备心非常强 但在他们三人相见后很快和睦地相拥在了一起 阿皮说灾难来临时,自己正被仇人按在水里 所以醒来后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经他这样一说,雅克忽然想起来 自己当初也是因为知道闪光计划实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愧疚地吞了安眠药自杀的 但他还是醒了过来 乔安则是在用吹风筒的时候因漏电昏死了过去 于是雅克推测说,或许正是他们三人在灾难来临时 刚好处于冰死的状态,所以躲过了这场浩劫 有一天,雅克发现闪光计划的影响还在继续 如果太阳内的振动按照当前速度继续增长 将会在短时间内崩溃,让所有的一切都消失 雅克回到自己家中用仪器检测的时候 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那场让人类消失的浩劫会再度降临 话音刚落周遭忽然发生了空间扭曲 三个人处在了不同的空间里 几分钟后又恢复了正常 雅克提议如果要阻止浩劫的发生 只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 那就是把实验室的电网炸毁 三人准备了许多炸药便驱车上路了 可还没等他们接近目的地 车上的警报器就响了起来 因为电网的关系,实验室周围高温异常 车子再往前开会有危险 于是他们只能在距离实验室一英里外的安全范围内停下来 人是没办法把炸药车开进去了 所以雅克提议把他放在城里的无线电控制装置 安在装了炸药的货车上 在遥控着开进实验室 雅克表示自己得花两个小时去取装置 他没有让乔安陪着自己 而是在深深地看了一眼他的背影后 驱车离开了 乔安和阿皮其实早已心意相通 所以他们独处了没一会儿就开始亲热 不料20分钟后 他们看到雅克开着车冲响了实验室 原来他要进城拿设备试甲 要牺牲自己去跟实验室同归于尽才是真 在巨大的爆炸过后 雅克在一座海滩边醒了过来 周遭空无一人身上也分毫无损 难道是因为他冲进实验室时 冰死的时候那场浩劫又席卷重来 所以他跟上次吞药自杀一样 不会有任何后果 还是说他已经死去 而这里是另一个事件 本片来自科幻片《寂静的地球》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 咱们下期再见